嘿 大家好 我是台北洋 今天呢 我要來錄我四月份的閱讀清單 那之前我在Instagram有錄出說 我在四月的時候就是把那個生櫃裡面 那一些非文學的書籍挖出來 因為我覺得他們也同時就是需要我的注重 然後呢 去思考為何當初我會把他們帶回家這樣子 但是我還是有幾本書想要來跟大家分享 那我們就話不多說 馬上開始 好 第一個呢 要來介紹的就是常常在我頻道裡面 很常出現的一個作家 沒有錯 就是尼爾蓋曼他的一個短篇集 叫做Trigger Warning 觸發警告 因為在四月初上半段的時候 心情然後還有情緒都很破碎 連在你的時間上面我覺得 我沒有辦法很完整的去吸收一個長篇小說 所以就選了這一個短篇集 那在這一本收錄了25篇 其中包括了短篇小說 科幻作品 詩 然後呢 還有一些很實驗性的文章 就是看完之後就覺得 嗯 不愧是尼爾蓋曼 但是再次重申 就是尼爾蓋曼 他的作品的 He is not for everyone 就像我之前有在頻道裡面推過的 Netflix上面有他的睡魔 那他的作品裡面就是充滿著那種怪蛋 詭訣奇幻 但是對我個人而言裡面 我又看到很多人性跟溫馨的一面 對 就是溫馨 有人這樣覺得嗎 那我很喜歡他在前面寫給讀者 他說 人生巨大而龐雜 傷害你之前並不會提出警告 我覺得就是在這個世界上面有很多現在開始就是分級啊 然後提出一些標語警告的時候呢 就是閱讀 書籍 然後還有就是在面對自己人生的時候 面對那個未知 搞不好其實就是某種意義上面我們必須要去體會的 那如果你也是很喜歡尼爾蓋曼的話 這一個短篇集我覺得你也可以嘗試看看囉 好 那接下來介紹這一本書呢 就之前我在介紹仁慈那一本書的時候 就有在做這一本書的露出了 沒有錯 就是改變每個人的三個狂熱夢想 那仁慈呢 就是在跟你講人性本善這件事情喔 那同一位作者羅格布雷格麥格荷蘭的思想家呢 他在這個作品就提出了三個夢想 是有關於人類怎麼可以讓就是整個社會變得更好的 然後那個三個夢想我可以唸給大家聽喔 那第一個呢 是為每個人制定一個能夠保證最低生活費用 無條件的全民基本收入 第二個 將每周的工作時間縮短至15個小時 第三個 開放國界 人們可以搬到他們想去的任何地方 就這三個夢想 然後以這三個夢想為基準點 然後他去告訴你 就是為什麼我們人類該怎麼做 如何這麼做 然後還有他的歷史緣由是可能有辦法去推動他的 每次在閱讀這一個作者的書的時候 我都覺得 我就很像是一個很想要被老師 就是告訴我一些可能性的一個學生 然後可以好好的去吸收 然後去思考 然後大膽狂妄的呢 去讓我的思想蔓延 作者他有說 就是以前像比如說奴隸制度啊 還有一些女權主義的 比如說投票行為啊 然後還有就是同性婚姻啊 在以前去支持這些人的 都會被標上瘋子的一個標籤 但是現在都成為了我們 就是認為的理所當然 我很喜歡他在第146頁講的話 他說如同作家凱文凱莉說的 機器人才講生產力 人類擅長的是浪費時間 實驗 玩耍 創造 以及探索 依據數字進行管理 是國家已經不再知道自己想要什麼 已經沒有烏托邦願景的情況下 所採取的最後手段 我覺得阻止人類進一步的一定就是 再去幻想這件事情了 那就是在閱讀這一本書的期間 可以 准許我再去用思想去冒險一次 我覺得很讚 所以如果你也是仁慈這一本書的粉絲的話 也不妨去看看這一本書囉 好 接下來要介紹這一本書呢 是一個很可愛的圖文書 然後我注意這本書很久了 然後想要很久了 覺得是時候了 所以呢 我就把它買了 就是快樂就是五百個生活裡的小幸福 那這一本書非常非常可愛 我全程就是用螢幕校在看完的 然後看完的時候 我覺得我們真的沒有理由 無法從日常生活中的每一個小細節 去總共屬於那一天你的快樂這樣子 那可以給大家看裡面 就是他找了五百個 就是你可以開心的理由 用很簡單可愛的圖畫 然後黑色的線條 配上黃色的顏色這樣子 比如說在機場找到插座啊 發現一首好聽的新歌 再用詞假裝自己是美人魚 大家要看到嗎 對 然後還有看一下 靜心 有人陪你當共犯 炎花糖 然後還有一個人在家 那這一些就很可愛這樣子 這樣突然想想四月到底心情是有多不好 覺得自己好像沒有得到快樂這樣子 我覺得人就是這樣 年紀越大 我覺得你要從悲傷跨度到快樂這中間的那個 你知道 吹油門的那種0到120的那個速度 你要越縮越短這樣子 很快的 也不用到開心 就是去馬上就去原理那些負面情緒 然後排解掉 我覺得是重要的 那如果說你最近心情不好 或者是你朋友最近心情不好 我真的覺得你們都可以拿這一本書來看 因為真的太可愛了 好 接下來介紹這一本書呢 叫做《親愛的愛德華》 那這一本書呢 是在講 十二歲的愛德華 他是空難中唯一的一個倖存者這樣 那故事有兩個線不斷地在那邊交錯 一個呢 就是在講 就機艙內就整個在飛機運行的過程中 從他們起飛 然後到失事 這中間過程發生什麼事情 那這個時候就可以允許讀者以上帝視角 來看機艙內所發生的 那些乘客的一些故事 包括他們搭機前的人生故事到搭機 然後呢 飛機失事 然後還有甚至是可能他們在下飛機之後 計畫和夢想的那些事情都讓你看到了 但是因為你已經被劇透了 你就知道他們即將是面對的一場死亡浩劫 但是那些possibilities我在看的時候就是 偶爾會讓我深呼吸的 然後就會突然就很遺憾的 因為你知道那一些就是不可能會發生的 另外一個故事線呢 就是在講愛德華 這個幸存的少年呢 他是如何自我療癒 然後透過他人的協助 不斷不斷地從陰影中這樣子走出來 其實我本來也覺得這沒什麼 可是到了最後可以看到他去能夠接納別人的幫忙 愛 然後還有去擁抱光 那一些真的會讓人覺得很莫名的感動 因為你覺得你好像也跟愛德華進行了一場療癒行動這樣子 我們不像愛德華他是空難的一個倖存者 但是我很相信就是我們每個人生活都是極度仰賴別人的 這是不可否認的 然後有時候我們會很忘記就是我們 我們人終究會有意思 我們活著其實就是一個很幸運的一件事情 然後就真的有時候會忘記 雖然說有時候很痛苦 但是呢 我覺得珍惜當下是我們能夠去做的一個事情這樣 這其實我也是每天都要告訴自己的啦 我很喜歡他在書裡面引用一個美國作家的一句話 他說 我們包含著其他人 徹徹底底 永永遠遠 翻得真好 給大家看一下 看到嗎 所以你覺得最近需要被療癒 這一本書就不要錯過了 OK 那接下來最後介紹的呢 是一系列的書 但是我只讀先讀他的第一集 就是之前我在就是書櫃裡面那些我沒有讀的書那個影片呢 裡面當中就有介紹過的 對 就是《幻色暗倫敦》 然後呢 他的作者是V Schwab 就是寫《The Invisible Life of Eddie LaRue》 艾迪的《永生契約》的那個作者寫的一系列的一個作品喔 那我讀的第一集《紅塵魔法師》 那現在我五月在讀的是《灰霧道賊》 這一本書呢 就是融合了就是《哈利波特》裡面的魔法 再加上《Shadow and Bones》 然後還有烏鴉六人組的那一種大融合 我已經很久沒有看奇幻小說 然後可以讓我就是 很想要知道接下來會怎麼樣 因為我覺得《V Schwab》他在這一套的書裡面呢 就是常常會用一些就是很定鏡頭的那一種寫法 寫到很精彩的部分的時候 就定格到那精彩的 然後主角都不動 然後鏡頭馬上切到另外一個故事線的這樣子 然後就說天啊 你還沒講完啊 精彩的陣燈又開始 你有寫到其他故事去了 對 就是這樣 所以讀者才會一夜一夜這樣翻下去 我真的覺得很厲害 那這一系列的書是在講什麼 就是在講就是 上古的時候有個腐敗魔法 為了阻擋他呢 就是世界之門都要緊緊關閉這樣子 然後留下了就是有三個倫敦 有灰倫敦 白倫敦 然後還有紅倫敦 然後還有就是傳說中裡面 可能不存在的黑倫敦這樣子 那我們主角凱爾呢 她是一個寫魔法師 她是少數幾個可以傳說在這三個不同倫敦之內的一個人這樣子 那還有我們女主角萊拉呢 她是一個就是住在灰倫敦的一個孤兒 然後就是他們就即將展開了一趟冒險這樣 那其實對我來說也說不準啦 因為我其實還沒有看完 然後讀到是她第二集 就出於對於作者的好奇 因為我真的很喜歡 The Invisible Life of Edith LaRue那一本書 所以我也很想要看Vishwab的其他作品 那目前為止我都覺得還不錯 如果你有看過的話 可以在留言下面告訴我你的心得囉 那這一本書呢 就是第一集就讓我暫時遠離了日常生活 所以很感謝她 也很推 好 以上呢 就是我在四月份讀的書啦 那其實在四月份 我有慢慢去找回我閱讀的步調 好 最近也是下雨天 大家要注意一下 下雨天我整個人就是會不舒服啊 所以大家有沒有看到 其實我氣色很差喔 這邊都是眼袋 黑眼圈已經滴到這邊來了 對 昨天感覺到濕氣非常非常重 沒有辦法 睡好覺喔 天啊 睡眠真的好重要喔 你第一個你要睡得著 第二個你要睡得好 這樣你才會好氣色 會過去的 對 會過去的 終究會天晴的 像今天這樣 對吧 好 那大家也要注意自己的身體健康囉 然後保持著身心靈的快樂 那今天就到這邊囉 按著說 這樣來聊 哦 嗯 嗯 嗯